多謝三位嘉賓的補足 有話要說 未知未知 很開心見到有些年輕人出來 我作為一個曾經受影響 受重建影響的街坊 見到現在一個講到的就是 基層主屋權 整整而言講就是見到 生活是有轉變 大家的心都已經是 開始不明白 開始都明白多些 何先生剛才講得很好的 如果大家同學今天聽不明白的 下個星期六再來 聽多些你就會知道 原來這個地盤 本來不關你的事 其實整個問題就是 地的問題 那個土地是大家都有份的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不出聲 將來更加是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我相信大家都是 支持那個基層主屋權來講 大家都應該給多些掌聲 前面那些年輕人 和何先生 在我眼裡 我其實想講 剛才我和一個叔叔在後面聊天 大家在講話 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基層的那些住屋 我們面對那些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因為他真的跟我們說 我現在被業主逼遷了 一個月通知過了 但是你正在來 我們又不想走 那怎樣 我沒有 那個情況就是 你以前譬如信領道 可以找市建局做對口單位 他怎樣都要射射你 當你面對的是一個財團 就算是田生都是 你不知道可以對著他做什麼好 他找人來滋擾你 你又沒有證據 那剛才那個街坊就是 現在是不是賴死啊 其實我覺得 現在那個情況已經是去到 我們其實懂得教他些什麼 我們沒有什麼懂的 我們只是用一些很盲的招呼 那你就去找那間地產公司 現在是有十個八個還沒走的 你不是十個八個一起去找他 在他樓下拉橫額 那間公司還要衰得在觀塘 那你就在他樓下拉橫額 看看他覺得煩一點 還是他覺得賠足些搬遷費給你好一點 而我想說的就是 法例完全沒有保障過基層的租 現在是說很多劏房 根本就連租約都沒有 是逐天逐天這樣說的 下個月我租不租給你 我甚至都不用跟你說口頭租的 或者一個月租的 我現在直行跟你說 我下個月來還收你租你就住了 那已經是去到這樣了 現在就是叫你走 那你就走 你做什麼呢 那現在你面對他就是 好像一個 以一個政府的架構來講 就是一個市民面對另一個市民的商人都是市民 那跟著的問題就是 我不是想說他和我都是市民 所以我和他很平等 你不用歪嘴 我就是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在一般人的理解的框架底下 就是你對著那個商人 你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你向那個示威又不知道怎樣 但我猜我們要改變這個框架 因為其實那幫商人 尤其是上面那幫商人 才是在控制著我們的明白的人 就是李嘉誠出來說一句 就是他爭任權收皮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世界已經 但那個問題就是 當你去到這樣的時候 實際上是基層的市民很難 那他就會說 下一站我們個個都要開工的 入口我們可以的 星期天他開工的 那又要怎麼煩他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守停口停的問題 那變了我想 剛才就留下他聯絡 再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到 看看他當樓路的朋友會不會想下區 那我要講的講完 那但是主持想我幫他講完 就是那裏有一個 流聯絡方法的表 那大家如果以後有興契 收到住屋正義 或者是關於基層住屋的問題的資料 就可以留下給我們了 那麽我們就會 應該是順順到床 應該要再用 我們都會交給他當樓路 和刊住聯的朋友 那大家有些甚麼訊息 都會送給大家的 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的 不過我之前就有個問題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解決了 就是昨天就問朋友 來不來這個論壇 他就不來 但是他有個問題想 想說如果供屋的話 其實我都未必 就是有錢我都未必住公屋 因為是 就是 就是 現在怎樣都有個 概念 就是買樓都是涉及一個概念 就是 你買樓的樓不只是 這個generation 就是 放過我這個時代 都可能是說 如果是有個兒子 放過都給他呢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似乎應該是 解釋得到 剛剛那堆說話 和那堆發言 就是可以過比下一代 可能轉個命 但是 就是 不知道 開始有些問題 可能說 會有人自責他 是 會不會就逼他走 這些再解釋 還有我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 想問就是 就是 我身邊比較多朋友 是 不是住公屋的 是住公廈的 就是 一班公廈藝家或者 劏房 當然劏房可以分很大 就是租整個單位來住 就是 這個 這個我特別想問的問題就是 工作和主力是結合在一起的 究竟這個 又可不可行呢 因為很多時候 你 不是只說公廈 有時候可能 要見到一些 屋邨裏面 見到的 小販 我想 我想他 他除了車之外 要找地方 這個地方 躲起來之外 其實很多製作過程 都應該在家裡的 實在 那 究竟是 入了公屋 或者可能 更加 更加其他 適合提供的一些 可能 那些什麼 社會保障房 那些 究竟 裡面可不可以 就是有些 什麼我們要注意 或者其實可不可以 爭取一下 我不知道公屋 會不會因為 你在裡面 從事這個生產的工作 而收到你等樓 因為這些 mechan杯 都是全租的 不是你居住的 不是你的表 ہیں 你喜歡將什麼也可 但這都是租的 權肉 始終會被人拿走 究竟這個 這個問題 我想問 我們對於房屋 或者是房屋 特別對於公屋 想像的問題 就是 現在其實是非常精的計劃 一方面就是將公屋矮化 就是說你公屋只是給最慘的人住的 還有就是給你一點點的 你吊著你的命讓你不要死 所以公屋裡面就可以有很多規範 就不可以讓你做這樣 又不可以讓你做那樣 還有你住在公屋 就不要打算住市區了 麻煩你住到很遠 市區那些地就留回來 給豪宅可以給地產商賺錢 總之要將公屋搞到 將公眾在心目中的公屋 變成一些很差的東西 於是他們覺得要追求一些好的住屋 就唯有靠私樓了 或者一定要買多一些東西 要透過私有產權 才可以保障到一些我們基本的權利 但其實是不需要這樣 但是你說這裏的爭取就是要逐步慢慢來 剛才所有朋友說的東西 我基本上全部都認同 那為什麼 譬如說 在我心目中就是說 什麼叫公屋呢 公屋就是 政府為了解決我們的住屋需要 那個住屋需要包括很多東西 因為不同的人會因人而異 那這些東西應該 是要由政府全部保障我們的 給我們做這些東西的 那個實況就是這樣 有什麼理由 譬如說 不讓你在裏面做一些煮食也好 不是不是不是 怎樣說呢 譬如說剛才你說的小販的例子 可能是 或者 變成一個類似煮食工場 為什麼不行呢 我 我 住屋就是 有一些東西要在家裏做 就是住屋裏面就是包括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們是要認可的 那問題就是說 那個根源的問題始終是在於 我們首先要有一個地方先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地方 讓我們可以住先 但是不代表我們就要忘卻 就是我們支持公屋 其實是支持一些很有規範的公屋 絕對不是這樣 而我們要保障就是 透過我們要堅持這個責任 是要由政府承擔 而不是由私人市場承擔的 是由政府以一個我們可以可負擔 基本上是一個相對廉價的價錢 一個合理的價錢 讓我們解決我們的住屋需要 同時在那個 所謂住屋需要的那個框框裡面 裡面是可以包到很多東西 我們那個東西是一起去爭取的 但是就是我們見到那個根源 是我們要有一個這樣的地方先 那當然也不是說 現階段我們就不說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一起說的 比如說公下的朋友 我自己在思考房屋的運動 怎樣去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那些連結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也是因為問題是什麼 我們人手也不是很夠 搞不到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都不再一 不厭其煩一再 他再說就是說 這個運動是需要人的 也是擊中了某些重要的核心 是需要大家一起參與 才有機會改變到